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 又派武士人在他前头奔走 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 站在城门道旁 凡有征颂要去求王判断的 亚沙龙就叫他过来 问他说 你是哪一城的人 回答说 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亚沙龙对他说 你的事有情有理 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 亚沙龙又说 恨不得我做国中的逝师 凡有征颂求审判的 到我这里来 我必秉公判断 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 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 与他亲嘴 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 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 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满了四十年 有做四年的 亚沙龙对王说 求你准我往西伯仑去 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 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 曾许愿说 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 我必侍奉他 王说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亚沙龙就起身 往西伯仑去了 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 你们一听见绞声就说 亚沙龙在西伯仑做王了 今天的题目是 针对人 维瑟斯 假好人 萨玛尔基下十五章记载了一个大事件 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谋朝篡位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他先为自己打造外在美好的形象 亚沙龙是以色列全国第一美男子 他驾着马车 非常的高调 前方有五十个护卫开道 英姿萨爽走在耶路撒冷京城的街道上 着实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让人眼前一亮 第二 他打造公义和亲民的形象 亚沙龙不但英俊还有领袖的才能 有谋略 口才也好 行动力也强 一大早就等在耶路撒冷城门口 那些进城来找王诉讼求判断的以色列人 他就自告奋勇地为民审判案件 亚沙龙自己是王子 他并没有什么职务 也没有什么权利 但他擅自地就给那些本来像国王禀报上罗的人审案 从他口里讲出来 他是这种的擅自没有经过授权的行为 从他口里讲出来就变成了 无奈啊 王不派人听你们的申诉啊 是大卫不作为 给人一种大卫王昏庸无道 不爱百姓的感觉 尤其是大卫的性丑闻和借刀杀人的丑闻 曝光以后 大卫犯罪 导致他在国民心中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 而亚沙龙在办理案件的时候 还不忘给自己造势 发表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演讲 又拉手又亲嘴 表现得很亲民 收买人心 拉拢以色列各自派的一些领袖 长老和权贵 所以很快亚沙龙就火了 他成为众望所归 他是以色列人百姓心目当中 新国王的不二人选 新译本里面说到 亚沙龙暗中迷惑了以色列人的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亚沙龙从哪边看都是很完美 很好啊 要是我在当时的话 我也可能会很希望他能够做王 难道以色列人是傻瓜 看不出亚沙龙的居心叵测吗 因为亚沙龙所做的都是在暗中操作的 他没有经过国王的授权 他给百姓一些实惠和好处 是为了获取百姓的支持 满足自己对权力 对王权的渴望 今天我们走在的美国 总统的那些候选人和竞选团队 他们做的一切的努力 筹钱 砸钱 宣传造势 为自己打造那些 仁爱公平正义的形象 有爱的形象 做那些虚假的承诺 利用新闻媒体 明里暗里的诋毁 抹黑对方的形象 只是为了得到 这些民众手中的选票 得到王权而已 他们真的是爱国爱民吗 他们真的是把美国人陷在罪里 所以 经文告诉我们说 几年后 眼看世纪成熟 压沙龙就以 向神还愿为名 到西伯伦 发动政变 一些基督徒最可恶的地方 就是以奉 以侍奉神的名义 去作恶 不是吗 他串通以色列各支派一起 就自立为王 而且很快就夺去了京城 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分裂 和内战的危机 如果不是大卫及时的逃脱 耶路撒冷一定会被屠城的 压沙龙扮演的一个公义的人 好多年在大众面前 但他内心却充满了野心和残忍 所以一个假的好人 比一个真罪人 还要可怕好几倍 那么为什么 以色列百姓就被迷惑 无法识破他的阴谋呢 其实就像今天的 美国的民众一样 谁的形象好 谁让我感觉好 特别是让我可以 用定别人的罪来 带来自我感觉的良好 谁说的我爱听 谁跟我的关系好 谁对我和我的家庭带来利益 我就选谁了 美国民众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判断力 这是美国整体的基督信仰的滑坡的 很明显的标志 而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神的选民更加可悲 更加可怕 压沙龙明明的背叛了他的国王 背叛了国家 他们不但不觉得可耻 反而跟从他一起合伙叛变 你看到吗 我自己从事电脑行业好几年 我们当地电脑市场 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老板 都会成立新的电脑公司 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跟大家说 其中大部分的是本地的电脑公司的销售骨干和部门经理 他们打工几年就对老板 对待遇不满意 就拉了几个同事 带着公司的资源和客户 租了个店铺 就自立门户了 并且成为原来公司的竞争对手 你们说这样好吗 虽然这种行为非常不符合职业道德 但是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就见怪不怪了 然而今天一些教会的行为 与世人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有一个牧师 年轻帅气 一表人才 也有雄心壮志 在教会有良好的形象 但他对教会的牧掌童工的决定 亦不满意 于是呢 因着他各种的不满和失望 就联合几个长期对教会不满的长职童工 然后抓住教会长老童工的错误和把柄不放 以正义之名批判教会 拉拢一批会友 离开教会 自立门户去了 你看不是一样吗 美其名曰 扩展神的国 还声称得到长职童工的祝福 难道神的国是靠结党和分裂扩展的吗 难道神会祝福那些分裂伤害教会的人吗 这种行为本身就自带正主 可悲的是 教会分裂的事故比比皆是 基督徒在教会的动荡当中 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没有属定的辨别力 我们特别喜欢听的是谣言和谈言 我们做选择是凭感觉的 凭私教的 看外表的 甚至是人文主义的 就是不凭圣经 和经文当中的以色列民 一模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要以为基督徒犯罪的成本 比非基督徒要低 或者免受惩罚 我们在暗中所筹划的一定会显露出来 犯罪以后一定有后果和代价 还有什么比亲儿子背叛 被亲生儿子背叛和追杀更痛苦的事情呢 这就是被称为和神心意的人 大卫所经历的那个罪的苦果 但是他的这个背叛的儿子 压杀龙 他的结局更加让人唏嘘 神容许压杀龙以篡位的方式 如愿以偿成了以色列人的王 以色列人也如愿以偿 成功地拥立了压杀龙作王 我相信他们也为压杀龙作王祷告 是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吗 他们真的如愿以偿了吗 他们真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吗 弟兄姐妹们 有时候看似顺利的如愿以偿 真的是神的旨意吗 你自己回去看 撒下十八章就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了 被迷惑也要承担罪责的 错误的方式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不忠的人也要遭遇背叛 分裂教会的人也要保长分裂之痛 湾区遍地都是教会 我喜欢去哪个 救去哪个 这是真的吗 这是对的吗 这是神的旨意吗 人可以自由做选择 但总要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任 弟兄姐妹们 一个是真罪人 一个是假好人 你该如何做选择呢 我们一起祷告 千万大霸天父感谢你 你的话光照提醒我 我看到压沙龙就看到我自己的伪善和诡诈 内心贪图权力和虚伏的荣耀 看到以色列民也看到我自己 看中眼前的利益 缺乏属灵的分辨力 我愿意在你面前反思和悔改 我看到人真的是常常的软弱跌倒失败 但你的救恩永不会失败 求你使我在基督的里面 心意更新而改变 做与世人不一样的选择 使我宁可为悔改而受苦 也不为作恶而降服 在人面前宁可承认自己是一个真的罪人 靠主的恩典悔改的罪人 也不做一个假好人 自欺欺人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